语 作者黄景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景树是马来西亚一位非常重要的华文作家 我们知道啊 华人在马来西亚是第二大民族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呢 政府对华人却并不友好 所以当地的华人反而是更为认真的在保护着他们的文化传承 包括语言 包括习俗 包括历史记忆 那我第一次接触到马华文学 是因为陈大为的诗歌《方圆无理的听觉》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对历史典故的那种熟悉 对辞早的运用以及创作上的心意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所以也在很早的视频里就跟大家安利了他的诗歌 这次会去读黄景树呢 一方面是被你们催的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先前积累下来的 对于马华文学的好感和好奇 黄景树是马华作家里一个重量级的存在 所以自从我上次做了《方圆无理的听觉》以后 时不时就会有小伙伴来提醒我去读黄景树 那我其实心里还挺高兴的 因为就会有一种 哎呦不错 我的粉丝质量很高哦 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说过语啊 这是一本有明显阅读门槛的短篇小说集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欣赏到它文字上 风格鲜明的一种热带潮湿的美感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它的结构技巧以及叙事策略 以及对于历史的指涉和思考 这是一本技巧成熟同时富有思想性的短篇小说集 那我自己先前对南洋历史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在很多地方解读起来感觉不是那么的容易 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但是也正因为有这种智力上的挑战 正因为文本有丰富的意运可供你解读 所以实际上你阅读过程中享受到的乐趣也是翻倍的 而且当你终于看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哇这也太酷了吧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幅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雨八篇》 就是以八篇名为《雨》的故事 讲述了马来西亚交龄深处的一个小家庭 有父母阿土和阿土嫂 儿子欣妹妹阿叶 你会发现每一篇雨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但是故事的场景人物以及一些基本元素 却又重复的出现 比如说族中长辈或者说马来人对于母亲的垂涎 暴雨后的大水 吃小孩的老虎 日军的虐杀 政治环境的险恶 性与繁殖 落后扭曲的社会观念 以及贫穷 饥饿 劳苦的生活 那几乎每一个短片里都会死人 有时候是父亲失踪 有时候是妹妹早腰 有时候不仅一个家庭成员去世 而且在上一个短片里 死去的人在下一个短片又会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复活过来 就好像是录音机卡带一样 一遍一遍的轮回着 这个家庭有可能会发生的故事 那这样做最终构筑起来的是什么呢 底层华人在当地艰难的生存处境 而且他从不同面向上 强化着你对这个处境的认知 这就是通过特殊的编排 使得短片小说之间达成了一种互文性 使他们能够相互阐释 相互补充 达到作者全景式历史书写的目的 我觉得很久没有看过 每一页都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那这也是这本小说集里面 比较容易看懂的部分 下面我们先简略的穿插一点 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 这段历史在我读语以前也是完全不清楚 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文本很重要 有了这个基础呢 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那已经有所了解的小朋友 当然可以直接跳过 上面这段故事的背景 实际上发生在1940到50年代左右的马来西亚 在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英国为了开发这一块殖民地 从中国输入的大量廉价的华人劳工 成为马来西亚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华人移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南洋 这些华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 对故国依然有着很深的牵挂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共产主义影响 在当地成立了马共 其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是华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入侵马来亚半岛 马共成立了游击队 联姻抗日期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他们后来却被马来西亚政府打为反派 从此成为一段禁忌的历史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 很多马来人坚持认为 马来西亚应该是一个以马来人为优先的国家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则提出了相对的主张 受到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一些人群的欢迎 对当局席出了挑战 就有了后来新马分家的这一段历史 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最终退出了联邦 而直到今天 马来西亚都还实行着优待马来人的政策 华人和印度人成为实际上的二等公民 由于种族政策和政治考虑 华文教育曾经被政府极大的限制 导致七八十年代的很多华裔青年 不得不选择出国留学 而黄景树就是这样一个 在八十年代赴台留学 并且最终定居在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人 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沉重的 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充满了创伤 历史课本里不见华人英雄的踪影 而关于马共的历史 也由于政治禁忌 而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这样的现实困境 为马华文学提出了重要的课题 也成为像黄景树这样的一些马华作家 所自觉背负的使命 接下来有趣的部分就来了 在这本小说集里 雨八片以外的故事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更仔细的读一下 首先注意到的是故事背景 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雨八片里的阿土和阿土嫂 以割橡胶为生 而在其他篇章 比如说归来里 二舅则常年都在游宗园里工作 这里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在南方小镇里 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这里实际上点出 我们是可以通过华人在当地 赖以为生的作物 反推出他们所处的年代的 很明显 雨八片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 而其他篇章的背景都设置在现代 我们再来看一看顺序 这部小说集的开头三篇 分别是雨天 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和归来 它们的作用分别对应着 隐言蝎子以及雨系列的铺垫 蝎子常常是你读完整本书 回过头来才突然能够看明白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它 从归来开始 我们就已经看到 它的诸多元素 已经在和雨系列产生呼应了 在归来里 主人公的二舅是一个很会车大炮的人 你们也知道他的故事荒诞不经 不能太当真 但那也是百无聊赖的生活 必要的调剂 可以让索然无味的日子 变得略有滋味 但也许因此 你们更爱听他说故事 这些故事神神鬼鬼 甚至连舅娘的死都被二舅边境故事里 说得天马行空 可是事后一想 他的故事自相矛盾 再仔细一想 连二舅娘这个人物是否存在都难以确认了 可是二舅手中的那张照片 他所提到的那个巫医人家 又的的确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原型 仿佛和故事要相呼应 我认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叙事的真实性 读过语八篇 我们知道每个短篇里的人物命运都互相矛盾 每一个故事的主角小男孩都叫星 到底哪一篇是真 哪一篇是假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星 如果我们从狭义的定义出发 当然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底层华人的生活图景 这个层面来看 恐怕也都是真实的 将这些故事对应到归来 二舅又是怎样的一个来历呢 二舅的葬礼后 母亲再度提起 他其实有个哥哥叫做星 和他的感情非常好 小时候常围着一起睡 他的身体比他温暖 这个星和语八篇的小男孩同名 据母亲讲死于日本人之手 而二舅并不是他的亲哥哥 是抱养来的孤儿 外公外婆不愿意提起死去的儿子 只好编故事 他们在二舅的绅士上编故事 二舅就反过来把身世编进他讲的故事里 以二舅的聪明 他多半早就知道了 以他的贴心 知道了也不会说破 只是不断地用故事迂回地诉说 这样写的深意何在呢 星是母亲死去的亲哥哥 也是语八篇的主要人物 二舅代替新活着 无法还原这个家庭 如果没有失去儿子 现实应该如何 只好通过说故事的方式 构筑起一个个虚实难辨的幻境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很清楚地 暗示了这一点 一片叶子 它就可以讲成一片树林 一根羽毛讲成一只鸡 它学会讲话不久 就很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外婆很不喜欢 怀疑他投胎前没洗干净 外公也有几分怕他 如果他是他们亲生的 多半就会让他多念一点书 或许会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 也说不定 什么叫做投胎前没洗干净 就是他摆脱不了 从前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他根本没有经历过 却仿佛自己经历了一样 如果他是他们亲生的 或许会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 但是现实没有如果 二就摆脱不了身世的阴影 他永远也无法成为新 黄景树摆脱不了华人历史 他没有成为历史学家 而成为了作家 那么这种对如果的假设 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是在讨论缺失 文化之根的缺失 历史话语权的缺失 文学的缺失 在黄景树身上 也许还另外有一层 就是对他们这些 赴台留学最后定制在台湾 却依然心系马来西亚的作家而言 有一种离散文学的缺失 缺乏现实的根基 但是又自觉负有责任 于是便只能虚构 但是这种虚构 是一个聪明人的虚构 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的虚构 一根羽毛讲成一只鸡 是一个能够把残缺的布件 还原为一副完整途径的 特别有野心的作家的虚构 其艺术性甚至远远超过现实本身 在蝎子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里 有这样一句话非常的关键 未来与过去 虚幻与真实迎面而来 折叠 我们会发现 在与八篇以外的故事里 每一篇都是这样 真实与虚幻交错重叠 遥相呼应极致复杂 在归来的结尾 二舅去世了 那年的雨季开始了 体验中的雨 正是现实与虚幻模糊的边界 仔细读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本短篇集中 暴雨是只下载故事里的 黄景书的雨是一个充满了 符号和解读空间的复杂文本 这是它的门槛 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像这样悬疑又烧脑的小说 初看可能一头污水 但它是越分析越精彩 越读越有趣的 这些视频我们只能讲到前三篇 在下一期会有更多的 解读和分析敬请期待 如果你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 有任何补充 或者对这本书 对我的解读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